据《以色列时报》22号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闭门会议上表示 正在考虑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 吉奥拉·埃兰德提出的 围攻加沙地带北部的计划 埃兰德认为 只要哈马斯保持对食物和燃料分配的控制 就能够补充资金并招募新的战士 而围攻能有效制止这种情况 迫使哈马斯做出让步 另外 内塔尼亚胡表示 围攻哈马斯武装力量 是正在审议的几个计划之一 未来几天将提交内阁 做进一步讨论